阿弥陀佛,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欢迎大家一起参加谭乡周日佛学班的家长课 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谭乡周日佛学班的课也以新常态的方式进行 本来今年家长班有四堂课 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四月份的课就不能无期的进行 接下来的课,我们会以录影的方式来分享家长班 请大家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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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十三法 一,关怀孩子 二,尊重孩子 三,净化身心 四,充施自己 五,分担分享 六,爱惜孩子 七,爱的故事 八,真爱之语 九,以身作则 十,温馨聚会 以往我们都相聚在一起学习和交流 希望以录影的方式,大家也可以开心的学习来充施自己 这次家长班的课,我们会配合孩子的课程一起学习六度 六度是布施 十,温馨聚,忍辱 以理论和视线在生活上 所以是 就是学了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那么我们才会受益 菩萨要度众生 度是帮助的意思 他们帮助众生一定要有一些善巧方便的方法 所谓菩萨所到之处 会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如果我们把六度应用在家庭 夫妻关系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一定会相处得很好 左灵右肌关系也会很和睦 落实在工作上 上司、同事、下属 一起合作工作的气氛也会很和谦 要是人人都把六度落实在这个社会上 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很平安、祥和和谦 菩萨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利益他 意思就是利益自己也利益别人 最近美国有位女医生称赞马来西亚 国家的卫生总监和大马人民在抗疫期间 合作的精神使马来西亚成为在这个世界 抗疫成功的国家之一 大家都遵守防疫措施如群洗手 在公共场所人多的地方要戴口罩 戴口罩可以保护自己 而且如果自己生病也可以保护别人 避免把病菌传染给别人 这是自利利他的行为 还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保持距离 所以我们看这个左边的这个图表 有这个红色的箭头的 马来西亚的国家 它的那个数据是很低 疫情也受控制得很好 所以大家合作 所以这个行为就是自利利他 那么还有一种行为是损人利己 这个损人利己的行为 我们时常可以在新闻看到 我网上诈骗集团 电话诈骗集团 所以现在害得我 看到不熟悉的电话号码打来都不敢接 这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别人 所以不管人家的结果会怎样 还有一个态度是损己利人的行为 这个也不能做 所以我时常告诉同学们 我们要以自己的能力来帮助别人 比如自己不会游泳 看到人家掉进水里 我们不能跳下去 不过我们可以帮忙 大声喊救命 请人家帮忙 如果周围有救生签 赶快抛下去给他 佛说 慈悲要有智慧 我们以自己的能力来帮助别人 才不会令家人担忧 那么佛为什么要叫我们做布施呢 布施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佛说 布施可以广介善严 所以我们跟人家广介善严 就有很多跟很多人可以很好的相处 人与人之间要是没有戒善严 就很难相处 比如说我们说的话人家不爱听 即使我们送东西给人家 有可能人家也不接受 所以这个戒善严对我们是很重要 还有第二 就是舍弃千贪 我们人都有这个习气 这个是以生气来的 千就是吝啬的意思 舍不得给人 那么贪是不知足 有了还要更多 佛教讲三毒 贪称师 贪是三毒之一 所以我们要学习布施 布施就可以我们剪掉这些贪的心 第三 布施可以让我们培制上根 种福田 所以布施可以让我们种福田生活 才不会这么困苦 有福报 那么我们要怎样布施呢 佛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种公的福田 布施的对象是供养三宝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这些呢 都是让我们种公的福田的对象 第二呢 校养父母师长 这个是让我们种报恩福田 所以在复制十三法里 孝顺父母放在第一 第二呢 是尊敬师长 这两条是让孩子种福田的根 这个刚才讲到在公得福田 最殊胜的故事呢 就是供养三宝 这个 这个 供养呢 是主殊的 那么接下来呢 是帮助和照顾 贫穿弱势的人 贫穿就是说他们的生活物质比较缺乏 所以我们可以提供 必需品啊 救济他们 弱势呢 是能力比较差 需要人们的帮助 遭受苦难如火灾 水灾 风灾 有可能灾情过后啊 这些人呢 就失去了家园 住房也毁了 所以吃啊 衣服啊 都没有 这个情形呢 我们就需要救急 残废疾病 意外灾难呢 这些 以上呢 都是给我们种 贫穷福田 或者是有些经典些 悲田 残废的人呢 就是能力也比较人差 需要帮助 那这个意外灾难呢 好像有时候遇到车祸 被抢劫 这个人呢 也是需要安慰和帮助 我曾经遇到一个女子 她被抢劫 那么呢 她就吓到整个人呢 愣在那边 一直发抖 一直发抖 所以我们要是可以上前去啊 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 然后安慰她 度过那个恐慌害怕 这个也是一件好事 不思的果报 这个果报呢 都是人们一生所追求的 爸爸妈妈 你们还记得吗 要是有上过家长班的课 都会知道 我每次都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人生重要的三件事 是什么 还记得吗 第一就是财富 第二就是聪明知慧 第三就是健康长寿 所以这个是人生 最重要的三样东西 那么是怎么得来的呢 佛就告诉我们说 财富是财不失得来的 那么那个工作 我们去工作 赚钱 勤劳 成事 能干 这个是言 这个是条件 那么 要是不爱做财不失的人呢 今生就会过得很贫困 吝啬的人呢 就是贫穷到 这个反义词 那聪明知慧呢 是法不失得来的 法不失就是说 我们所会的 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都不令法 不吝啬地跟人家分享 那么令法的人呢 在果报呢 就是疑痴 所以要得到聪明知慧呢 我们所得不自私 不保留 不是自己用 我们可以分享 给大家 大家都有得到好处 那么要健康长寿呢 我们就要做 无畏不失 等一下后面 我们会解释到 不做无畏不失的人呢 健康呢 一定是不好 那么寿命也不会很长 所以这个三样东西啊 切少一样就不圆满 比如有财富 没有健康长寿 生活也不会快乐 有财富 没有聪明知慧 有时候就会做错事 有聪明知慧 没有财富 生活就会过得很困苦 所以这三样 要一起修 生活才会美满 现在我们一起来观赏 这部短片 看看如何把三种布施 都落实在生活上 我来知道 那些儿 lat完 我来点四种 这部短片 对 我来帮助 一然 要是什么 想要是什么 你 他 刚 这个 我 我 欠船 要替来这一颗难que 不过来 观导 对不起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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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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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енно 留著先 降十二 下一次 去 出走 迫 二 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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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短片呢 爸爸突然病倒 还动了手术 需要糖大的医药费 女儿为了这件事呢 非常苦恼 情急之下只好急受住家 因为妇女平时只是 做小生意啊 收入也不多 就没有办法付这么贵的医药费 父亲生病了 再加上经济的问题 真是苦上加苦 女儿突然发现 爸爸的病虫上 放着零医药费的结账单 而且还写着 所有费用 30年前 已经付了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呢 原来30年前 有一个小男孩 因为母亲生病 没有钱买医 买药 拿了你店主三包子痛药 被你店主责备了一顿 这个爸爸过来帮他解围 这个爸爸自己 生活家境也不富裕 所以体系 贫穷家庭 孩子的苦 这份关心啊 就是无畏不思 当他了解到 这个小男孩的母亲生病 恶或不说 就帮他买下了 这三包子痛药 还有叫女儿送他 一包菜汤 帮他 这个呢就是 财不思 叫女儿送一包菜汤 给这个男孩呢 是在教女儿做 所以是法不思 所以这部短片 三种不思都记住 没有想到 三十年前 这个小小的散举 却换来今天 很大的帮助 所以果报呢 都是很好不思 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泰国 这个小男孩呢 是Dr.Bragia Arunton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拍这个短片呢 是泰国一个 助学金的机构 他专门帮助 贫穷家庭的孩子 并提供助学金 让他们深造 书语说 可怜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 有时看到孩子犯错 我们不要指 一味的责备 必须先了解 为什么当时 他会这样做 再卸助 而开导他 这样 可以改变 帮助和改变 他人的一生 所以这个男孩 长大之后呢 成为一生 就一直帮助 贫穷人士 一整看病 受到广大人民的爱债 所以 受人典敌 永全以报 我们要回馈 社会 做人呢 要懂得 知恩 感恩 报恩 接下来我们来 了解一下 什么是财布施 布施呢 卡佛可以分为两种 外财和内财 这么多种布施里面呢 外财布施呢 是最容易和普遍 一般人都可以做到 就是送钱 食物 物品等等 这些都是外财布施 布施 财物布施他人 令其安乐 所以我们布施呢 也会令对方呢 得到快乐 所以 还有另外一个布施呢 是内财布施 这内财布施呢 就比较难一点 因为要以劳力和精神 还有时间 比如做义工 这个就是 内财布施 第二 法布施 法布施的范围呢 就很广 可以包括佛法 和世间法 所有的方法 好的方法 喜欢 欢喜教人 各行各业的技巧方法 比如说 家一个家庭 爸爸很会操作电脑 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教 教人家 妈妈很会烧煮菜 可以和大家分享 怎样烧的一手好菜 大的儿子 可以在公社 功课方面 教导弟弟和妹妹 等等 这个法布施呢 每个人都可以做 第三呢 是 无畏 布施 畏是畏惧 畏难的意思 可我们 要做这个布施呢 是帮助众生 远离身心 不安 恐惧 害怕 所以我们需要给他什么呢 安慰 关心 和陪伴 好像有些人 或孩子 他们很害怕 黑暗 那么他不敢走过 那一段黑暗的路 我们可以陪伴他走 有些人 孩子 他很怕 打雷 或是单独一个人 他就会很害怕 所以我们就可以 陪伴他 安慰他 还有呢 是 人在生病的时候 身体要承受病痛的苦 内心呢 就会很不安 情绪也会很低落 居上 我们可以给他们 安慰 关心 正能量 陪伴 照顾他们 这个也是 无畏布施 所以呢 碳病啊 这个就是 无畏布施 最特别的 无畏布施呢 是 不要杀身 因为动物 或人 在生命受威胁时 都会恐慌 害怕 所以我们要健康长寿 我们也不要伤害 其他生命 这样我们才会得到 健康长寿 以前 在佛的时代 有一个很贫穷的男子 他就问佛陀 他说佛陀啊 我很穷 我什么都没有 我要怎样做布施呢 佛就告诉他说 贫穷 不肯不施 这个是贫穷 是不肯不施 吝啬的果报 其实贫穷 也可以做布施 怎样做布施呢 第一 何言识 这个要是 大家有上 家长班的课都知道 第一堂课 我第一句 就跟大家说 要微笑 带人 微笑 因为微笑 不必用钱 这个世界 有不同的文化和民族 可是呢 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就是微笑 微笑 就是这个世界 最美的语言 它洋溢着快乐的心情 带给人家 亲切又温暖的感觉 所以 微笑是生活中的阳光 所以我们要常对别人微笑 这个不用本钱的 第二呢 是言诗 言诗呢 就是爱语 我们讲的话呢 是利益大众的 什么是利益大众的话呢 如安慰的话 鼓励的话 关心的话 称赞的话 讲话呢 要谦卑 柔软语 这些都是言诗 给人听起来很舒服 不会难受 第三呢 心诗 就是说 我们做事 处事带人 我们的用心 人家会感觉得到的 好像我们对人 尊重 有尊重的心 恭敬的心 我们做事呢 真诚的心 对人家呢 有爱心 慈悲心 所以用心诗 这个心 也可以是 也是不用本钱的 第四 眼诗 眼诗就是我们的眼神 要以温暖 善意的眼神 看大众 不要用那种 很凶恶的眼看人 这个就是不好 给人很不舒服的感觉 温柔 善意的眼神 让人要看了什么 很亲切感 第五呢 生思 生思呢 是以身体劳力 来帮助人家 人家需要帮忙 我们去帮助人家 这个呢 不需要钱 我们也是可以 做得到的事情 第六 做事 就是 让做给长辈 尤其在家里 看到 公公婆婆 父母 他们连长 有时候在外面 遇到上师 在佛寺遇到师父 我们让做给这些长辈 这种也是一种布施 那么我们去 踏公共交通的时候 看到一些老人 孕妇 残战人士 我们都让做给他 这个也是一种布施 第七 房事 比如说我们家里 有多余的房间 有时候亲戚 个孩子出来 冰城读书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 腾那个房间 让他们住 这个也是房租 因为 让熟悉的人住 我们会比较安心吧 那么呢 在马来西亚 行动管制令的时候 有一对 俄罗斯的夫妇 就是 幽金与 纳塔利 在大马 寄留近两个月 由于身上的资金 不足 所以就入住 一间空置的房间 房子 很大 这间房子 他们的处境 被屋主发现后 看到他们没有交通 出外买日常用品 又提供一辆脚踏车给他 他们也获得 附近的人民 热心的援助 有些送上日常用品 婴孩必需品 也有警察 自讨要包 买尿片送给他的儿子 因为他们 住在那边的期间 而太太 突然生产了 生孩子 所以看到他们 一无所有 所以周围 逼临的 来自那些 孟加拉和印尼的建筑工人 也纷纷来关心他们 可见得这一家人 有种 不实的因 所以当一到困难时 就有这么多人 来帮助他们 所以讲起来 马来西亚的人 还是蛮善良的 好 接下来我们 来观赏 这个善的循环 短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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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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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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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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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自信师 自信师说,我们做布施的时候,我们的心 一定要真诚、恭敬 还有喜业,做布施是一件 快乐的事,不会因为布施而起烦恼 过压力,这样做布施就不对了 因为人家说布施很好,所以我也要做 所以做到起烦恼,这个就不对了 清净心 是我们做了布施,不把它放在心上 不会要求名利,不贪图,任何的回报 清净心的布施,这样的布施才是严满 第二,自守师 所以布施最好是亲力亲为的记作 代表我们的诚恳,我们自己去做这一件事 第三,信心师 就是说,我们要相信佛讲的话 我们要相信因果 我们要相信说布施会得到好的果报 所以我们要是相信 我们就很有信心的去做这一件事 第四,实戒是四合的时机 所以刚才这个短片 你看他们帮助人都恰到好处 配合到他人的需要而帮助 比如刚才那部短片 那个女子,她停车去要钱币 所以那个老妇人就送钱币给她 不是送纸币 要是她要钱币,我们送纸币给她 这样帮不上忙 而且有时候越帮越忙,添麻烦给人家 这个就是不适合时机 不适合时机 第五呢 如法才师 就是说,我们要以敬财来做布施 这是说,我们自己如法赚来的钱才做布施 不是以偷或骗来的钱来做布施 所以这个布施,我们要是了解到这个五项 那么我们的布施就会做得很严满 我们的善念和善气可以带动周围的人 所以俗语说,德不孤必有灵 有道德和善良的人是不会孤立的 一定有赤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做朋友,做灵机 物以类集,人以群分 所以我们一起来做,共同塑造一个有爱心 安乐和和谐的世界 这一堂课我们就分享到此 感恩大家,阿弥陀佛